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饼干 各种油炸食品等 二 含大量反式脂肪酸的食物 反式脂肪酸增加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减少高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这些食物包括人造黄油 精化油和以这些制作的蛋糕 饼干 薯片 微波炉爆米花 咖啡拌驴 小零食等 三 含糖粉多的食物 设施糖多了就会转化成糖原和脂肪储存 增加血脂水平 这些食物包括含糖饮料 蛋糕 点心 冰淇淋 各种糖果等等 四 淀粉含量高的食物 如精米 白面 各种面食如面包 馒头 面条等等 和含糖高的食物一个道理 五 淀粉高的食物 不会直接增加血脂 但影响血压与高血脂相互作用 增加动脉周样硬化 洗脑血管病风险 六 喝酒 影响肝脏功能 增加肝油三指水平 影响血压 七 一些方便食品或挂头食品 要注意它的成分 大部分这些食品都含有以上说的需要避免的成分 如氢化油 盐 糖等 当然以上说的这些食物是高血脂剂量要避免的 但是像含淀粉食物 主要是控制量 不能一点不吃 血脂高的人可以多吃些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物 如各种豆类 全麦 绿叶蔬菜等 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食物 如三文鱼 金香鱼 牛油果 坚果 橄榄油 葡萄紫油等 另外 运动也有助于控制血量